天盈 天盈 天盈, 麻煩小姐, 麻煩小姐, 麻煩小姐 阿Sir, 我不在裡面, 她走不了路 天盈 天盈 小姐, 你先冷靜點, 小婆在做事 你快點救她, 天盈 天盈 我的朋友, 暫時, 今天大概早上九點 有人發現這間村屋起火, 所以報警 起火的原因還在調查中 但是現場發現有一具燒焦了的屍體 懷疑是一宗兇殺案 走 Tony, 設置3D掃描, 拍攝現場環境 留意有些位可能不夠光 我們現在要採集你的DNA 跟死者做個比對, 去確認他的身分 謝謝 你別這麼擔心 警方在現場和附近 都沒有找到你妹妹的輪椅 她應該沒事的 對了, 任小姐 剛才我在你家裡 看到你也儲了很多藥 因為我小姐妹體有多病 尤其是我妹妹, 她有食物敏感 我以前做過護士 所以對藥物也有點了解 所以就買多點藥在這裡 以防不事之需 為了照顧她們, 辛苦你了 我媽媽死得早, 把她們交給我 不想令我媽媽失望 她們有你這個姐姐的福氣 對不起 喂? 是嗎? 入口氣, 你的妹妹現在在我家裡 明天準備一百萬的現金收回她 不然你先等著收拾 等等 我妹妹有長期病 如果她兩天不吃藥的話 她會死的 況且我哪有這麼多錢? 這麼多人捐錢給你們 跟我說沒錢 要人還是要錢?你自己選擇 師父, 繼續 叫門的木舌 有陳少雪的長座 有任樂營, 指紋的血刀 消防的報告說沒有爆門 就是疑空叫門 門鎖上沒有指紋 就是疑空打手套 當時的情況應該是… 疑空進屋子, 見到陳少 然後他就拿著掌座襲擊他 而任樂營就拿著把刀自衛 弄傷了疑空 但最後他還是老走了任樂營 而陳少就因為暈倒了 房子又著火, 就因為這樣燒死了 謝謝, 別人 那一樓呢?有沒有檢查過? 有, 那裡不是案發現場 我們簡單視察過一次 好, 任何和案發現場有關的地方 都值得我們花時間 不要讓案發現場四個字 去影響最後你的調查 是, 所以師父 技術沒問題的, 經驗量不足而已 全部扣兩分 只有你一個人 就是你對我有問題了 你看, 懷疑師父, 行為非常惡劣 扣20分 余Sir, 我發現了一些東西 在這把刀上 我發現了兩個人的血跡 刀腳上那個是任樂營的血 很多時候持刀者 都會因為拿刀而弄傷手指, 也很正常 刀尖那邊就是綁匪的血 但最奇怪的是 我對這兩組血液的DNA圖譜 發現它們有99%的機會率 是親子關係 DNA屬於男性 那應該是她的爸爸 我們懷疑綁架任樂營的 是你爸爸, 任志輝 爸爸 你現在有沒有跟任志輝聯絡? 媽媽去世的時候 我有想過通知他 但是親戚說好幾年都沒有他消息 直到兩年前 他突然出現, 問我借錢 我沒有借到, 之後就沒有再經過他 就是你… 爸爸, 我求求你放了妹妹 現在他有肌肉萎縮症, 又有把血病 如果他兩天不吃藥的話 他可能會有生命危險的 爸爸 十幾年前, 你的聲音都不出 抖下了我們, 我也沒勸過你 臭小子 你把血病放進去, 還要怎麼走 你真的是我爸爸 是你爸爸又怎麼樣? 你別再錯了 我趕了你們的意思下來 老師, 任志輝 你看天晚上要不要看 不介意吧? 不介意 藥剛吃光了 我又走不開, 幸好有離訊 我們寫了這麼久, 不用說這些 樂營有事嗎 爸爸要求明天交贖款 家人自有天相, 樂營一定沒事 岑冠豐先生 是任小姐每次出入都你負責在嗎 基本上也是 張卡 謝謝 你們在找甚麼 黃飛在下手之前 通常都會跟蹤玉心踩線 如果任樂營的出入都是由你接送的話 有可能在前幾天的影片 會找到他跟蹤你的蛛絲馬跡 唐三 是不是還跟任小姐在銀行拿錢? 是, 任樂平華拿完錢要回家吃藥 還是坐神官封的車 幫我盯緊神官封, 我們現在過來 跟上太陽, 什麼呢? 快點 停車 停車, 停在那裡 停 滾 雕頭 謝Sir, 房間沒人嗎? 有料到 看來這個神冠風在落手之前 買了幾個平行鐘來研究 還有包索帶 跟之前燒弱的那條參謀虎目 來 任小姐, 在出發交贖禁之前 有件事我要告訴你 岑冠風遇到交通意外, 死了 他怎麼死的? 他的死因我們有待調查 但是我們有證據懷疑 他是任志輝的同黨 有份策劃這次的綁架案 甚至改動這個平安鐘 導致這次的捉跌意外 我真的相信他了 剛剛沒落下了 留意一下有沒有可疑人物 相信我 電話到, 大家注意 任小姐, 可以聽電話 到處看看有沒有可疑人物 是不是爸爸?你在哪裡? 看不看見前面有小紅綠燈, 現在直走過去 爸爸, 你在哪裡?你先放了瑩莹吧 前面有個垃圾桶, 看得到嗎? 看得到 把代賤放在有個垃圾桶上 我放了, 阿爸, 你回去等我電話 錢動了手, 我自然會把人交給你 我想聽音樂聲, 你先幫你拍音樂聲 喂… 找人接任小姐走 謝謝Madam 謝謝 留意這個清潔工 鄭Sir, 任朗平不給你舒服 我帶他下車休息 可以 看來不像, 找人拿一袋錢 上去抖抖他 怎麼差? 什麼事? 什麼事? 全都是白癡的, 為什麼?